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Hacker貓咪HackerCat 今天來教大家一些Linus基礎的指令 因為指令蠻多的,可能會分兩個部分去講 第一個部分主要會講目錄操作 希望大家先把目錄操作熟悉起來 熟悉的用意在於讓你不會抗拒使用Linus 畢竟很多人不愛用Linus 其實是因為不習慣用CarmenLine 因為在Windows上面都是用滑鼠 去做一些檔案的複製啊 新增啊之類的 那如果你熟悉了CarmenLine的目錄操作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不會抗拒Linus 問題就會小蠻多的 那目錄操作第一個要講的指令就是Ls Ls算是Linus系統上最常被使用的指令之一 直接執行的話它會列出目錄中所有的檔案 那 深藍色的這個部分其實是資料夾 我們可以加一些參數 像比較常見的是Ls鍵 A的意思表示說它會顯示所有的檔案 包含隱藏的目錄跟檔案 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點的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隱藏的目錄 那我們加上L的話它其實就是會顯示出 詳細的資訊 那我們也可以加上H H的意思是Human Read 就是可以讓我們輸出的資訊讓人比較容易去閱讀 主要差異其實在於容量的部分 像我們想要看這個檔案的大小的話 原本的話我們看這邊的數字 其實我們是看不懂它到底是多大的 沒有那麼的直觀 可是加上H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出它這個檔案是多少K 那我們也可以加上一個參數叫R 大R 我先cd到一個 大R的話是ALS-AL大R 它會去做迪回的列出所有目錄下面的檔案 像我這邊有一個資料夾叫AA 有一個資料夾叫ZZZ 那它會去找AA這個資料夾下面有沒有其他檔案 ZZZ這個資料夾下面有沒有其他的檔案 那在Linux當中是有區分大小寫的 Windows裡面其實是沒有分大小寫的 像我現在ALS-AL大R跟小R 是兩個是不一樣的 大R跟小R兩個參數是不一樣的意義 那還有一個指令是 CLEAR清除 Click 那這個指令也是蠻常用到的 畢竟畫面覺得很亂的時候 你就可以下這個指令 把內容清除掉 再來下一個指令我們介紹Touch Touch Touch其實就是新增一個檔案 我們先看一下Ls 看一下目前的目錄下面有的檔案有AA 還有一個LinuxExplorer 還有一個ZZZ 那我這邊講檔案 你可以把Linux下面所有東西都視為一個檔案 就算是資料夾了 你也可以把它稱作是檔案 這樣其實比較好理解 Ls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檔案 那我先touch touch 我新增一個檔案叫 123 然後我再LSS 其實就可以看到 下面多了一個新的檔案叫123 那 還有一種方式是利用Echo 我們先談一下Echo Echo的用意 其實是把 你輸入的內容 它直接 輸出出來 顯示你輸入的內容 它會將你的Echo的內容作為標準輸出 那我這邊Echo123就顯示123吧 那我Echo 1 它就顯示1 那我們可以利用Echo來去新增檔案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LS 下面 只有這幾個檔案 那我今天Echo 然後我把它 重定項 這個大於的符號是重定項的意思 我把它重定項到一個新的檔案叫 A10.txt 好了 那在Linux裡面的複檔名沒有意義 那 沒關係 我們還是給它一個複檔名 那LS 看一下 可以看到有多了一個檔案叫做 A10.txt 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們把 AAA這一串內容去重定一下 導入到A10這個檔案當中 那如果我們要去看這個檔案的內容呢 我們可以用Cat Cat就是 貓咪嘛 Cat就是像貓一樣 偷看 偷看它一下這個檔案 我們不去把這個檔案打開去看它 那我要看A10 那我出入A1之後 我可以按Tab鍵 Tab鍵它可以自動幫我補齊 然後我們去Cat A10 那它就會顯示這個檔案的內容 Cat其實也是這幾個都是很常用的指令 那如果說檔案內容比較大的話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個檔案叫 Linux.exploit 我去Cat它 它內容其實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不需要看到那麼多 或者是我們想要讓它比較好看一點 我們可以利用像more Nore Nore的話它不會一次顯示到最下面 它可以讓你慢慢的 上下去看 那按Q就會退出 或是我們可以用Less Less 剛剛是用Nore嘛 我們現在用Less Less 然後Linux 那其實這個也是一樣 可以讓你去 往下翻慢慢的讀 那Less跟more的差異主要是 more你不能向前翻頁 more你只能一直往下看 可是Less的話可以 往前也往後 那按退出的話一樣是按Q就可以退出 那還有一些指令像是 head head 我們可以利用head這個 然後加上-n 然後我們指令它5好了 它就只會顯示前面的5行而已 或是tail head是指前面這個檔案前面的幾行 tail的話就是相反 這個檔案後面的幾行 tail-5 就是最後的5行嘛 那 在Linux當中的每一個 指令 其實它都是 先輸入指令 head 指令 接著 再加上你要的選項 選項是n 這是指令 再來是選項 或者我們講參數 再來是你的參數的值 或是你選項的內容 選項的內容 -n 後面接一個 5 在Linux當中的指令 都是一樣的形式 分三個形式 我的指令 我的選項 我選項的值 選項的值部分可能 不一定是數字 要看這個參數它後面可以帶什麼樣的值 然後如果我們要查看這個指令可以用什麼樣的參數 我們可以 加上-h 或者是-h 或者是-help --help 通常就是這四種 這四種你隨便猜看會不會猜中 head-h 然後它會提示你 它提示你用-help 那我們就聽它的 help -help 這邊就會顯示說這個head的用法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它的用法一定是這個指令 加上選項 然後它會告訴你說這個選項後面可以接什麼東西 那這邊其實跟你講說它後面是接數字 數字 那如果說你想要看的內容 你想要看更詳細一點的話 有個指令叫男人man 所以我們可以manhead man後面就是接指令 你想執行的指令 我要查看這個指令的內容 manhead 它會告訴你head的詳細的用法 那退出的話 就是按-q 一般來講在liners你要退出 總是按-q 或是-c 或者是-c 或者是-d 或者是-exit 之類的 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去退出 接下來介紹一個 概念上蠻特別的東西 它非常的實用 而且實際上我們也很常會用到它 它叫做 pipelite 管道 或者講pipe也可以 我們回到一下剛剛的目錄 像我們剛才有去cat 和liners export這個檔案 它裡面內容其實很多 那 剛才也有提到head這個指令 那我們可以去head-n5 它其實它這段的話就是 我會把這一段的內容的輸出內容 丟到後面這邊 當成它head的輸入內容 所以pipelite這個指令 它就是把前面的標準輸出 作為後面指令的標準輸入 聽起來可能有一點老舌 我們直接看實際看結果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說 比較常見到的用法 像這種cat 這個 那我們去 grep grep什麼呢 2020 它就會顯示這一行的內容 grep這個指令呢 就是它會去查找 你的輸入的內容裡面 哪邊有符合這個字串 那有符合這個字串 它就會把這一行給印出來 這也是很常用到的一個用法 那該提到的那個 重定下好像少講一個 我們該用echo echo echo把內容 比如說我把 123 這個內容 丟到A10裡面 那我現在把123 丟進去 我們去catA10 可以看到裡面內容是123 在 bash裡面 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liners terminal 大部分都是使用 bash 去作為它預設的share bash 它其實可以按上下鍵 去看你之前使用過的指令 那這是bash的一個好處 然後回來我們提一下echo 我們把echo123 丟到A10 裡面內容就是 A10 就是123 那我現在輸入456 我再把echo進去 我去catA10 裡面內容就變成456了 但如果我們不想要讓它覆蓋這個檔案 覆蓋這個檔案的內容 我們想要讓它去 追加下去 把內容繼續加下去 我們可以讓它 重定下這邊多一個 就是大於大於的符號 它這邊其實就會把內容給 一直往下加下去 我們去catA10內容 可以看到456下面多了一個789 好那再下一個指令 我們來介紹 cp cp其實就是 copy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下面有哪些檔案 我們有 這些檔案 那我們選擇cp cp這個指令 它 第一個要輸入的是 file 你的srcfile 然後 第二個是 你的 第一個是你要複製的檔案 第二個是你複製出來的檔案的名字 第二個是你複製出來的檔案的名字 所以假設我們要複製A10的話 我們就cpA10 然後我要創一個新的檔案名字叫 A5好了 cpA10 然後A5 那 我的下面其實就多了一個 A5的檔案 那內容其實就會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複製過來的 那有一些參數比較常見 像是 就是 減R 我現在有一個資料夾是 AAA 假設我要複製這個資料夾 AAA 然後複製成 BBB 它其實會告訴我說沒辦法 但我提示你要用減R 因為我的AAA資料夾下面有其他的檔案 那 我不能 如果是空資料夾我可以複製 但是它裡面不是空的 所以我必須要加上一個參數叫 減R 減R就是recursive 遞回的關係 遞回的意思 那在許多的指令裡面 減R都是遞回的意思 那我加上這個參數之後呢 我就可以成功的複製PPB 那我們可以用CD CD就是 Change Directory 去 更改你的 現在的 工作路徑 CD是我們非常常用的一個指令 那我現在CD到BBB 我們可以看到BBB下面已經有個檔案叫BBB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 AAA裡面 在AAA裡面本來就有個檔案叫BBB 所以我把AAA複製過去的時候 那BBB下面會有一樣的內容 其實這些內容都是 就是做一些複製貼上什麼的而已 只是用指定來表示 那我們現在在AAA這個路徑呢 那還沒有提到 在AAA 我們現在的 位置在AAA下面 那如果我們想要回到前面的一頁的話 回到前面一個資料夾 我們可以CD 兩個點 兩個DOT 那我們就回到前面的路徑 那這邊是顯示你的路徑 那關於這前面的東西跟 絕對路徑、相對路徑 我會再下一部影片去 說明 然後剛才講完複製 就是我們來講一下移動 好了 移動跟 重新命名是同一個指定 是MV Move 那我現在想要把A5 重新命名 我可以 MV A5 然後把叫A6 好了 那它這個檔案名稱 就會改名叫A6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移動到AAA裡面好了 就是MV A6 AA 那可以看到這邊 A6就不見了 我們CD到AAA裡面 就可以發現 A6被我們移動到這裡面來了 然後下個指令呢 是 建資料夾 如果我們要串資料夾 就必須要用 mkdir 我們來串個資料夾叫Folder好了 Ls 可以看到多了一個資料夾叫Folder 如果要刪除這個資料夾 可以用 rmdir Folder 它就不見 可是要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再創一次 按上 Folder 如果我們現在CD到Folder下面 然後去新增一個檔案 隨便新增一個 然後我們回來簽一個目錄 那現在這個Folder裡面 它其實已經有一個檔案叫123了嘛 那我們用 rmdir的時候 其實會沒辦法刪除 因為這個指令它只能刪除 空的資料夾 通常我們刪除檔案 或是刪除資料夾 比較習慣其實是用rm rm就是remove 刪除 然後會加上參數-rf r的話就是recursive r的話就是我把它下面內容 這個資料夾下面內容一起刪除掉 f的意思是強制刪除 就是不詢問 所以rm-rf它就會強制把這個檔案 或是把這個資料夾給刪掉 比如說我們現在把A6刪掉 A6就不見了 我們把 Folder刪掉 對也可以成功 Folder也不見了 那以上就是一些 關於目錄操作的指令 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講到這邊 關於其他基礎的Linux的指令 我們會在下一部影片來教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幫我按個like 謝謝大家